现在澳洲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已经确诊了4000多里 已经5天翻了一番 史上最严的澳洲封城3.0来了 总理宣布必须有非出不可的正当理由才能出门 除非直系亲属 户外聚集不能超过二人 总觉得这条有点不对 又说不出来哪不对 悉尼街头已经看不到几个人 原本每天游客云集门庭若市的悉尼各剧院 如今空空如也无人问津 澳洲还宣布所有澳洲人和永久居民不得出入境 所以这期间如果澳洲华人回国 得要选择是否放弃澳籍或绿卡 个人觉得挺对 总不能占尽便宜不建设吧 危难之际 如果想要祖国母亲的保护 就该果断放下澳洲身份 要保留澳洲身份 就该留下风雨同舟 澳洲人也纷纷拉开了安全社交距离 一节火车厢大概坐两人 超市收银台全副武装架齐了玻璃格力瓶 然而不戴口罩又有多大用呢 由于物资短缺 澳洲还开始禁止口罩奶粉出口 吓得许多本地妈妈们赶紧通货 以至于像AirBob's这些比较火的奶粉 很多地方已经大面积断货 还有限购 各社区公园已经很少人 原本需要排队使用的免费BBQ设备 现在已经惹上尘埃 所有餐厅可以营业 但不允许顾客坐下来用餐 只能外带 逮到了要罚1000到大约4000多人民币 为解致迷老外怎么总不戴口罩 为此我询问一位澳洲小哥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听到原因后 我拿出一些准备好的口罩送给小哥 没想到小哥学过一点中文 很喜欢中国文化 虽然我口罩也不多 但看到小哥开心的表情 还是觉得很欣慰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离开 没有一个春天会不到来 希望澳洲和世界疫情都早日拐点 我们的城市都能恢复曾经健康的模样